各位朋友 大家好 有沒有人要往前坐一下 我以為你們問起來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晚上的哲學星期五 然後我們今天很開心 是跟環境運動的協會上的經驗 後來的一場活動 然後我們主要好像 整個台灣的自然部 這些環境運動的一些歷史框架 然後還有就是說 整個環境收權的經驗 好 待會的話會由林律師那邊 然後先跟我們介紹這個 就是環境的這些議題 然後跟台灣的 就是在台灣的這個歷史梦架下面的一個過程 然後還會跟我們介紹一些個案的發生這樣 然後之後再由張律師這邊 來跟我們就是討論一下 就是組織性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就不多說 因為我這樣講準備很多 所以就是先把就是 然後交給兩位謝謝 嗨 大家好我是林律師 那我們現在是環境法院人協會秘書長 然後今天非常開心就是 在哲學星期五跟大家談 就是這個環境運動的過去跟現在 那其實就是大家剛剛就是提到很多問題 我覺得都是還蠻深厚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有機會的話 會長時間一一回答大家 對 那我還是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協會 我們叫環境法院協會 那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就是其實大家就是在座大家 我想說 其實你應該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應該都沒有聽過我們 好 我們其實就是要做一件 我自己覺得蠻重要的事情 我們就在協助在地區 他提起相關的一個訴訟程序 就跟環境運動相關的 那還有參與所謂的一個環境 所以環境跟訴訟程序 是我們最主要在處理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當然也有在做所謂的一個修法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 手邊自己很努力在做的就是環境法的一個修法 那還有所謂的一個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的修法 對 那這些都是我們目前在推動的一個修法部分 那我們整個組織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案件 然後讓我們台灣的環境變得更好 對 那我們曾經協助過哪一些案件 好 那我們就講比較近期的 近期的遊客 高雄新園農場的政覽案 這個案子其實還蠻特別 就是他是一個台塘土地開放的物體 就是大家最近都要看新聞 就是以前就是大家都知道 台塘土地只租不賣好 可是現在的新聞是出來了 他開始賣好 就是他不管是要協議架構啊 或者是聯合開發 都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台塘土地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台灣以前種很多柵 甘蔗 那其實台塘土地都是非常好的農地 可是因為台塘現在不種甘蔗了嘛 因為我們現在的糖從哪裡來 就是國外進口來的 那你會說 欸沒有啊 我還是很常買到台灣糖 也台糖公司的糖啊 那那個就是進口來 重新包裝出去那個叫台糖的糖 對好 那所以就是很多糖不賣 欸就是不種糖 不種甘蔗 那怎麼辦 這些土地怎麼辦 他就去做一些跟大烏暖大投資計畫 然後去做一些開發 那這個案子裡面他就是在一個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高雄的鹿族這個地方 阿聯鹿族這個地方 那去做一個西苑農場的一個 就是開一間公司叫鎮奶 那鎮奶他基本上在做一些酸期 那酸期的話 其實會有廢物水的一個排放 那重點是他排放的最後 會流到所謂的二人溪 那二人溪下面其實 就是他的下游部分 其實會有很多的一個養殖魚霞葉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魚霞葉也就會變得很可怕 好 這是我們的一個案件 然後他目前因為我們高高型的 可以分支勝訴的 那所以他現在是在最高型 因為高雄市政府上訴到我們最高型的法院 那他也是台南西港外環道的一個開發案 台南西港是一個 大家應該有聽過吧 好 台南西港是一個算鄉下的地方 好 他滿鄉下的 好 那他要開一條道路 那你想想 就是你現在自己講設一下 一條道路你覺得他應該要 每天可以節省掉多少的空間 你覺得他值得開發 好 那這個台南市政府告訴你的是這樣 這條路哪時候會開始塞車呢 我們西港哪時候會塞車 三年一度的廟會的時候塞車 就三年一度的廟會的時候他真的會塞車 好 那他蓋了這條外環道之後 他可以節省多少時間 每天節省不到一分鐘 對 那他要開這條道路 那這所以我們是覺得很離苦的一個 外環道開發案 所以我們現在認為他是一個不當的開發 那我們現在正在訴狂進行 然後也是剛起訴到高雄高德行政法院 那再來就是桃園航空城 桃園航空城大概應該比較耳熟能詳的是 因為他最近剛辦完一個停證會 就是內政部他們所辦的一個停證會 那桃園航空城的一個案子就是 他是一個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個區段徵收的案件 每次在講桃園航空城的時候 我都想要告訴大家一個前提就是說 其實桃園航空城這些居民啊 這些出來反對居民 他從來不是反對什麼地產跑道 他也不是反對那些航下興建 只是桃園航空城的整個興建的計畫裡面 納了非常多的產業區 然後商業區 住宅區 那這些產專區這些住宅區 真的有這麼多的需求嗎 其實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問號 那當然我們知道為什麼最近會辦一個停證會 是因為桃園航空城他們 基於兩年前的停證他其實剔除了 他在公開展覽版本 剔除了一百二十幾公斤左右 那現在當然有人就是 有一些開發商 不可以這樣講 就是那些重建 如果我已經投錢進去了 那你你剔除我一二幾公斤 然後我就哭哭啦 所以他們就開始吵 所以後來就辦一個停證會 就是桃園航空城 那國道一起來的話 就是桃園航空城原來的大陸 他就是想要再開一條國道 在國道二號的北邊 好 那再來就是屏東的這個 復興案件 其實他現在已經不是環平 他已經在訴訟了 我們上個禮拜提起行政訴訟 又不說又會被撲毀 那這實際是一個 大家有聽過泰山礦泉水嗎 你有喝過泰山礦泉水嗎 好 這就是泰山礦泉水的那個產地 就是高平地區帶來的第一印象就是 水超差的千萬不要喝 所以大家都在買加水站的水 這一個地方是唯一的例外 就是他的水非常好 台南從高雄到屏東 所有的加水站的水幾乎都從這邊來的 所以他的水很好 所以他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啊 政府就公告說這個地方養豬都不行 就養豬都不行喔 因為會有污染嘛 你會污染你的水平 可是問題是 他現在要蓋一個農具加工工廠 而農具加工工廠裡面啊 因為他是要做金屬的一手工具嘛 他可能就會涉及到一些酸洗的問題 電路的很多問題 那居民很沒有辦法理解的是 不能養豬欸 為什麼可以開工廠 就這一點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所以這個目前是我們協會 目前正在協助的案件 那我們到底為什麼有存在 其實是我們希望保留一個台灣很美好的 環境跟土地 我覺得其實 不管是哪一個領域有NGO 都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 不需要再存在 就是已經夠好了 好到 就是不需要這個組織了 但我們目前還存在 就是因為 還有一些問題在 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了解我們 或者是參與我們 其實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就是直接打EJ 在路路的 Google的道 那不管是參加我們的職工啊 或者是做小的捐框 都非常滿意 好 那我今天要先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這麼在意的環境 對 我會給大家看一些照片 就是 你應該看過這些照片 就是 這是中和 中和的山坡地 這個是 新店 達冬正安系列的有沒有 這個山坡地 這都是那個 紀國領導演之前的一個作品 對 那你也可以看過這些河流 台灣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一個 國際的新聞 就是台灣的特色叫做七彩河流 就是什麼樣的河流顏色 我們都可以滿足你喔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那你也看過這些照片 這大概是發發風災跟那個 納利颱風之後的一些山區的一個圖片 那看了這些之後 我其實每次看到這些災後的照片 我都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人定勝天啊 我們從小就聽到人定勝天 你說人定真的勝天嗎 其實很可怕 對 那我們可以想想 你小時候跟現在 你覺得你的環境有什麼差異 好 就沒有人會理我 但是我就是分享我的經驗就是 我家其實住在雲林 然後我家其實遠眺的到劍甫山 大家應該聽到劍甫山遊樂園 我現在可以看到那個摩天爐 這是我小時候一直以來進地步 就是一出嘛 我就是看得到摩天爐在哪 可是現在我家 我家真的看不到摩天爐 所以自從PM2.5之後 我家真的看不到摩天爐 就算下雨過後 也看不到摩天爐 這是我覺得很大的一個差異在 那我的小時候 可以就是很開心的呼吸著空氣 可是我的哥哥的小孩 他現在大概跟我 那時候差不多年紀 可是他可能已經沒有這樣的環境 這是我自己覺得很可怕一件事情 對 那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這麼需要保護環境 好 那接下來我會開始帶一些故事 就是我們今天兩個 兩個的一個分配 大概就是 我是走一個比較隨性的路線 那他的分享應該會比較專業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在那邊 對 好 所以我會就是講一些 就是我們台灣從過去到現在 所處理的一些 就是所有的一個環境運動的部分 那 不是我們處理的啊 就是那是我兩個出身 對就是 從一點到現在環境運動 然後我做一些簡單的一個真理 跟大家分享 台灣大概在就是1950年代左右啦 我們開始有大量的一個工業化 對 一個大量的工業化嘛 那大量工業化之後 剛好就是有一些忽然出來了 可是我們在1970年代裡面 我們就開始注意到 其實 幾乎應該每一個國家的一個思考都一樣 我們開始會從生態保護做事 因為生態這件事情是我們馬上看得到的 欸比如說 以前有台灣雲豹 欸怎麼死光了 大家就覺得好像有什麼變化了 對 所以我們大概是會從這個生態的一個 保育 還有森林的保護開始 因為當大量砍發森林的時候 人類是有感覺的 人類是有感覺的 可是比如說今天有排放汙水 你可能要喝了20年之後 才覺得啊 胃痛痛的 就是 那感覺沒有那麼明顯 好 所以我們就是從這邊開始的 那1980年代我們台灣環境運動 大概就開始發展起來了 包含就是大家應該聽過的 比如說入港反渡報 這個案件 它其實也非常有名 入港這個案件 那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那這時候 因為我們的一個 那時候法事還沒有那麼一個成熟 還有那時候的一個社會風隙的一個問題 所以那時候都只會是一些 人民自主的一個活動 它都不會是一些訴訟什麼的 好 那直到1994年 我們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法 可是在這個時候啊 雖然我們已經有環評法了 環境影響評估法 我們都簡稱環評法了 那雖然我們已經有環評法了 可是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的一個街頭主要 我們的運動的主要戰場 還是在街頭 因為我們還沒有意識到 我們可以透過司法這件事情 去處理一個環境議題 所以我們還沒有想到就是說 原來司法會是環境議題的一個戰場 對 那所以直到就是2000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用法律行動 去做一些突破的一個訴求 好 那也是在這個時候 比如說中科三級的環評案 美利萬案件 或者是大家有聽過 雲林的林內文化的案件 這些案件就開啟了這個所謂的一個 那個以法院做一個突破點 以法院做一個突破點 那我們也會大概就是2010年的時候成立的 好 就是大概先給大家就是 知道這個時間軸的一個部分 好 那台灣環境看這個一個案件 就是從合余九老師的書上拍下來的 好 那它的那個過程大概有這樣 所以大概1919 1991年這個年代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它的量會突然暴走 對 因為那時候大概就是大家開始就是 對環境的意識越來越高 因為環境意識這件事情 也就是需要培養的 好 那我接下來就會開始介紹一些 簡單的一個整個環境案件 第一點要介紹的是 台中大理這個反三晃的一個農藥廠 那這些農藥廠它本身啊 其實本來就設置在那邊了 那它其實在大理太平的那一個地區啦 那這是那個新聞的一個舊資料 新聞的報紙資料 好 那商商農業廠商 商礦農藥廠 它會出問題是因為它開始擴廠 擴廠之後 因為那時候大家知道農藥是一種化學物質嘛 那化學物質之後 它會排放很多的一個毒氣 那就是廢氣 它會排放很多廢氣 可是那其實大家 呃 不是只有那幾個年代啦 到現在也一樣 如果你是老闆的話 呃 有廢氣你要怎麼處理 就是在晚上人家睡覺的時候排放啊 呃 你應該也想這樣處理吧 跟我一樣 沒有啦 好就是我們當然就想要用最方便的方式解決它嘛 對 所以他們就直接排放 就是直接排放 因為這樣才最省錢啊 不用處理最省錢 好那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啊 我們開始就發現就是說 呃 那個當地的一個居民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老師 黃登塔是那個當地的老師 他的一個日記裡面就有寫就是說 連空 連氣都傳不過來 就是完全沒辦法呼吸啊 大概跟我們現在畢業會 有點有大同小異的一個感覺 對 所以他們已經開始從事居民的一個抗爭 那個這個居民的一個抗爭 他們是開始去做主要一個陳情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們其實也成立一個台灣最早的一個環境組織啊 就是所謂的台中限公派防治協會 這是一個台灣最早的草堆環境的一個組織 那這個活 這個運動啊 他其實是非常有效果的 因為他最後就是逼著三號直接停工了 一年的停工 這其實比我們現在的每一個環境訴訟 我都覺得CP值還要再高一點點 因為我們環境訴訟都要打紅就好就好 對 而且還不一定換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那再來是新竹房李長榮化工廠 這大概就是他的一個照片 那我這個圖 Google Map是以交通大學為出發點 因為新竹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樣不是很熟悉啦 那我們就以交通大學為出發點 交通大學就是世界上最容易塞車的地方嘛 好 那就是從這邊開始 大概走個五六分鐘就到那個 李長榮化工廠 好就是這個 所以如果我們有寄訟應該是在這個家都很旁邊 所以如果你有住在那裡去見的話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這是他們那時候的一個新聞資料 你會發現就是 其實跟我們現在也蠻像的 我們現在也不是也就是掛不條嗎 因為他們那時候其實做一樣的事情 大家一起排排站站在這裡 好 那李長榮的一個化工廠裡面啊 這個案子很有趣的是 其實他是一個清大教授出來 就是有點在幕後主導的環境案件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都是比較吵 就是居民大家站出來 可是因為剛剛不是說了嗎 他就在交道附近 可是因為那個地方是就在清大的一個教授宿舍旁邊 所以清大的教授對於這件事 就是比大家都還要更緊張 所以他們就開始就是鼓勵老師 但老師就鼓勵他們就說 你們就去圍堵他們 那他們真的是圍堵了三次 第一次三天 第二次十二天 第三次四百二十五天耶 你們看過這麼帥嗎 好 所以他們就開始有做這種大量的一個圍堵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們還做了一件我覺得真的超酷的事情 但想說折不夠嘛 所以他們直接用水泥車 然後灌水泥的方式 把那個門口給堵起來 我覺得這真的很帥 我每次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超帥的 對 後來所以他們就是直接整個 就是封閉那個牆區大門 強迫他一定要封場 對 好那所以後來就是 他們也成立了這種新竹公開房子協會 也是新竹第一個環保團體 他的效果也非常好 因為後來這一個公司 他就真的就是不做了 就真的不做那一塊了 就是領長榮化工廠的一個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 是陸崗反杜邦的一個社長 杜邦這件事情啊 比起前兩個案子 大家應該更有知名度一點 大家應該更有印象一點 好 陸崗反杜邦這件事 陸崗反杜邦 不好意思 陸崗反杜邦這件事情啊 跟前面兩個案子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前面兩個案子都是 就是忽然已經有了 我開始去抗議 我開始去圍獨你 叫你不要做 好 可是杜邦不一樣喔 杜邦是他還沒做 我就跟他說 我不要你來 我不准你來 好 所以這也是一件很帥的事情 所以它是一種預防性抗爭 跟今天那兩個案子 其實很相同 那這個案子就是說 大家是說張濱工業區嘛 就是在彰化的一個海邊 叫張濱工業區的地方 那時候其實 這其實是我們國家政府 很常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覺得我們要開發這裡 然後開發了之後 沒有人要來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張濱工業區那時候 金監會甚至就是說 我停止開發了 結果沒有想到有人選來這裡的 這就是一個 美國的陸崗公司 他就是想說 我要來這裡生產這個二氧化碳 就是也是這種 相關化學的一個東西 好 結果陸崗人啊 大家有聽過陸崗 那你為什麼有聽過陸崗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古蹟小鎮嘛 那它也很有名的 什麼摸乳下啊 然後什麼 好 忘記了 好就是反正陸崗 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好 所以它是一個 古蹟的保存區 所以這邊的居民 他們其實 從心裡面 覺得自己 應該是要靠觀光 這件事情 來經營的 可是如果你破壞環境了之後 可能沒有人要來我們這邊觀光 所以他們很擔心這件事情 那他們擔心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就開始就是 要反對杜邦進來建設 那他們也是很多次的一個成績 那他們也就是 不是只有在當地喔 他們有在當地辦過遊行啊 對有辦過遊行 他們也到了總統府行 跟越南立法院 這些很多的一個地方遊行 而且他們有一次真的超酷的 你就看第三點那個地方 那在鹿港舉辦遊行以外 他們想要來突襲台北 就是突襲我們的一個中央政府 那所以他們就大家集結照 找遊覽車 然後來到台北之後 他們就說 我們要去參觀中正經驗堂喔 結果他們就 砰的一聲 跑到總統府面前 開始遊行抗議 然後所有的標語都舉起來 也因為這樣 總統府前面到現在為止 都是一個禁制區 集會遊行的禁制區 就是因為就是 太可怕了 就是突然在總統府面前 進行了一個抗議 那這個環境運動 它其實也是非常 有它很大的一個意義 就是它到最後也是真的 杜方就覺得 好那我不做了 我要走 就是杜方就沒有在 杜港這邊設場了 那所以這也是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里程碑啦 所以你看看 後面這就是總統府 看得出來嗎 後面就是總統府 他們就直接在總統府的前面 就進行了這個示威遊行 好 就是那這個是他們的一個 他們那時候在 鹿港 鹿港的一個遊行 那這個是他們已經勝利了 所以他們有些鹿港大團結大勝利 就是當初的一個先民資料 裝起來的 好 那這是彰化的一個反都方側場 那再來是高雄後進的房武清 這個案子大家應該 有聽過吧 後進在哪裡 後進在那個高雄市的 男子跟左右的邊邊 就是一個邊界啦 後進 後進那邊啊其實 很常見的新聞就是 中游又失火了 然後後進居民又去抗議了 那其實到前幾年都還有 但是這樣的一個消息存在 那後進這個部分 其實是1987年的時候 那個中游公司他們決定在 後進這個地方蓋武清 後進這個地方蓋武清 好 那結果蓋了之後 那個居民他們開始發現就是說 他居住環境大幅的一個轉變 然後有產生一些農業用水 還有空氣污染的一個問題 因為後進那個地方 其實本來有農業 可是後來都中不了了啦 就會變成高雄 你想像中的高雄那樣 對 那所以他們後來就進行了 很大的一個抗爭 這個抗爭其實他們也做了很多 很多的一個努力 就是他們也是各 各種方法去圍堵政府官員 對 就去圍堵的時候 政府官員 然後經濟部長來的時候 他們也是直接去逼交 什麼的一個抗議書啦 那甚至他們有舉辦了一個 我們現在比較想像比較像的 就是行動局的部分 就是他們幫這個中油送葬 就是有那個墓碑啊 什麼棺材都抬出去 就是要幫他們送葬 結果後來送葬之後還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衝撲啦 後來還有警察介入 那甚至就是他們當初當地 有做出所謂的反母親的共同 確實大多數的民眾 就是以壓倒性的一個勝利啊 就是反對母親 可是中油那時候跟政府 都沒有採大他們的一個建立 就是母親還是繼續做 那直到現在就是2066年 就是前期年 他才直接做一個清場 所以其實母親這件事情 他持續了很久 在後繼的一個區域 他其實是持續的抗爭 到我唸大學的時候 大概十年前的時候 他們都還有就是封場的一個動作 就是封住一個門口 對 封住後繼母親的一個門口 對 所以這就是大概就是 他們有幾次的集會遊行啊 你看這個電影劇 我覺得超酷的 就是反母親西服社 就是直接就是很明確 那個地方的人就是這麼 就是真的還蠻酷的 對 好 那所以他們也有很多次的集會遊行啊 那這個是那個 立功他們出的一個書 好 那我現在接下來要講的是 環憑法施行之後 就是環憑法施行之後啊 我們的環境運動開始 有一些轉變主戰 就是我們開始不是 以這麼的街頭為主 當然中間沒有這麼快啊 不是說1994年之後 就馬上變成騰證法院 可是我們開始有 從街頭走向法院的一個情況 對 那這個是環境影響評估法的一個 整個過程 環境影響評估的過程 看起來會有一些複雜 但大家稍微解釋一下就是 我們會有所謂的一階環評程序 跟二階環評程序 這一塊整塊都是所謂的二階環評程序 什麼叫做二階環評跟一階環評 一階環評 我們大家用想像的一件事情是 它比較用書面的一個審查 比較是形式上的一個審查 所以一階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去審查這個開發案 或者是這個 比如說這個概反化爐的行為 它到底有沒有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之餘 有造成重大影響 對環境有造成重大影響之餘的話 我們就要把它進入二階環評 可以意見嗎 所以一階程序比較像一個篩選 出篩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會有所謂的 一階環評等二階環評 這一階環評是等一下應該可以補償 所以就講快點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台灣環境運動其實 雖然已經有了環評法 但其實它還是經過很多很多的努力 我現在在講的或許有一點點難 可是我用超級 我盡量的白話跟各位分享 就是第一個就是環評結論 是不是一個行政處分 但是如果我們要對一個行政 就是比如說我們要撤銷這個開發行為 或者撤銷這個環評的一個處分的時候 要提撤銷訴訟的這個前提 必須要它是一個行政處分 那其實早期都認為就是說 環評它是一個內部的處分 在林內文化爐案之前 它都證明它是一個行政機關 內部開發的一個處分而已 核準的一個處分 它並不是行政處分 那是到林內文化爐的案件的時候 它第一次就是確立了 它就是一個行政處分 所以如果是行政處分 你就可以對它提出撤銷訴訟 所以這也是經過一番苦戰 才就是接聽的 好 那第二個就是開發行為激勵的 周邊居民到北洞訴訟圈呢 所以很簡單的是 我們想一件事情 假設今天在 比米加500公尺的地方 要蓋了一個焚化 你覺得你可以不開心嗎 可以你可以不開心 因為你對什麼事都可以不開心 但是你今天都可以對它提起訴訟 你可不可以說我要撤銷它 那塊地不是你的喔 可是它領我現在500公尺而已 那我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就是所謂的訴訟權利 所以我可不可以提起訴訟 好 那這個案子 其實不是這個案子 這個問題裡面 其實我們的一個法官 它到最後我們都是用就是 今天保護的到底是誰 為什麼你們要做環品 環品就是其實環品有一個很大 一個就是預防嘛 就是它形容在做成每一個開發行為 比如說要蓋繁化爐 要蓋垃圾也埋場之前 我們先想想看 我們先來預測一下 蓋了之後會變成怎麼樣 這個環境有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子改變 對 所以其實它在評估的時候 它可能比如說 它要評估五公里之內 它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生態的影響啊 它會用水的影響啊等等的一個問題 所以最後法官 就是到現在訴訟事務啦 大理是 這不是一定 但是大理就是會 就是它評估的一個範圍有多大 去認定它 這個範圍內的居民都可以提起訴訟 所以如果離五百公尺 你想一下 如果假設分化爐 離你家只有五百公尺 它在燒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空氣會不會飄到你家來 應該會 好 如果是會的話 就是在環境影響 評估的範圍內的話 那就是可以對它來實測上訴訟 好 好 第三點我們就請它先把它跳不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環評法中的公民訴訟 就是我們環評法 其實有所謂的一個公民訴訟 這公民訴訟 其實這裡有寫法條 大概就是如果假設 今天我是受害人民 或者說我是一個公民團體 我發現有一個應該要環評 可是它卻沒有實施環評的 非常明顯的這種瑕疵 然後比如說這是台東縣政府 然後我就可以寫一封告示書 給台東縣政府說 欸你一定要做環評啊 你怎麼沒有做呢 結果過了60天之後 台東縣政府就把我當成一個屁 結果什麼都不理我 結果這時候我就可以對它提起 所謂的一個公民訴訟 對 那很明顯的 很經典的例子啊 就是台東的美麗灣案件 就大家應該有聽過美麗灣 對 美麗灣案件最近還有一個 衍生案件叫黃金海 大家知道嗎 黃金海 對 其實就是我確實也覺得 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東部的海洋明明這麼美麗 可是它每一個建案的名字 一個美麗又屬性 所以我們完全沒辦法理解這件事 黃金海 對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繼續講 我們來分享幾個案子 就是環境運動裡面的案子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中科三期案件 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大家 有沒有聽過中科三期案件 中科三期它其實在就是 台中的厚禮地區 那台中的厚禮地區是一個 非常棒的農業區 比如說高階禮啊或者花卉 它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農業區 那中科三期那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其實就是說 因為當初有一些光電公司 這樣講 對 所以有一些公司啊 它想要去做一些開發 欸 它寫在這裡很大 好 就是它想要去做這些開發 可是因為他們後來找到的用地 就是找到這一塊 這個案子它很特別的是 就是動作很快 為什麼 因為這其實是國科會之下的一個 要做的一個開發案 所以其實就是整個國家 老起來幫助你完成你要的東西 所以不管是環評啊 開發許可什麼 都來的超級低爆炸快的 所以這個環評它也是一接就結束了 因為它認為就是說 不會有重大環境影響之餘 然後結束 然後你就一接環評 環評通過了 環評就通過了 就是很快的就通過了 可是其實它其實會有很多的一個問題 都沒有注意到 比如說用水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台灣的中南部啊 其實蓄水不容易 所以台灣的中南部其實很常缺水 而我剛剛說的就是說 那裡其實是一個農業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農業如果沒水那就沒有了 所以農業用水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其實科技園區應該在那裡 它就會跟農民搶水 可是這件事情完全沒有被評估進去 好 那 等一下 就是 我這邊有寫一個95開發許可 是因為它還有一個叫99開發許可的東西 所以我會先用95開發許可來形容它 它就是我們剛剛說那個 一間環評就一個通過了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啊 這是第一個 台灣第一個環評被撤銷的案件 對 台灣第一個環評被撤銷的案件 所以在這個案件裡面 北高行就直接認為就是說 你根本就完全沒有評估到這個用水的一個問題 你也沒有評估到這個開發案 對於居民的一個安全跟國民健康的一個問題 所以後來法官就直接撤銷它的一個處分 然後北高行也直接做一個上訴模 所以它是第一個就是非常經典 它是第一個我們撤銷的一個案件 那在中二三期它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爭議 大家應該有聽過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你很久很久以前 十年前的吧 好看那個報紙應該有看過 就是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所謂停工不停產的恐怖 因為那時候其實北高行已經做出停止執行的處分 它就跟中二管理局就說 你不可以再蓋了 你要停工 你要停工 你要一切的行為都要停工 結果後來環保署 那時候的環保署 他們還自己說 就是行政法院判決 無效又無意義破壞環評體制 就是法官這樣 法院這樣跟你說 然後你行政機關就說 誰理你呀 曾經被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那所以就完全就是一個 完全是 行政完全是不尊重司法的一個情況 那甚至他們那時候還對停工不停產做出解釋 什麼叫停工不停產 就是好 我政府的行為 我現在在蓋的 我先不要蓋了 我暫停我都不蓋了 可是廠商已經在營運啊 他是那個叫什麼 他那個叫生產 生產繼續 可是重點 污染在哪裡發生 不就是廠商的營運的那個生產嗎 對 所以那時候就有所謂的一個 停工不停產的一個風波 那最後就是 因為他後來還是有做出一個 九九開發許可啊 也就是在九五被 九五在訴訟的同時 他就開始在做下一個 評估 還評的一個行為 那這個九九開發許可的一個部分啊 其實最後就是 法官就缺譽兩兆合結 為什麼 因為法官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的一個心態應該就是說 再這樣下去沒完沒了 因為你在做一個處分 軍民就要再來撤銷 然後你又被判敗訴 你又不立過法院 就是這樣的一個很 惡心循環之下 那時候北高行就提出痊癒和解 那也因為這個和解 我們就生出了一個公益社團法人 叫環境權保障基金和 那大概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是中科三期的故事 好 再來是美麗灣案件 美麗灣案件其實是 大家有看過這個嗎 這是我自己開的 很難得有點像我自己開的 就是三元海岸 三元海灣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你要去過嗎 好 如果你現在從 不是你現在 現在比較不好 等一下 你等一下從就是台東往花蓮的方向啊 然後你走海岸的那一條 它其實就在你右手邊 過都然之後 我裡面過沒有很久 我每次都覺得過沒有很久 它就會出去在那裡右手邊 那我每次都會停下來拍一個照 所以我大概都知道 那個三元海岸是一個很漂亮的海灣 那它也是一個 就是東部很 比較少見一點的一個沙岸 沙岸地形 那其實那時候是 台東縣政府是直接 直接用BOT的方式 把這六公頃的土地 就這附近范圍六公頃的土地 全部都租給這個美麗灣度價的公司 然後這個案子是沒有還評的 就是它應該是沒有做還評的 為什麼沒有做還評 是因為我們的一個法規裡面規定啊 就是做這兩個飯店啊 你是一公頃才需要還評 一公頃才需要還評 一公頃才需要還評 那你會跟我說 欸可是你剛剛明明說說 被出了六公頃啊 沒有 因為他們今天用了一個很酷的方式 他們切割出就說 欸我飯店這一塊的面積啊 0.9956公頃 所以怎麼樣 不到一公頃 那不到一公頃就不用還評 好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做切割啦 對 可是後來就是發生一些爭議了嘛 就是你怎麼可以用切割的方式 因為你明明就一開始就出了六公頃啦 你怎麼可以用切割方式去規定還評程序 而且他們其實在這個建造的過程中 這個已經蓋好了嗎 看得出來 好就是建造的過程中 他們直接把廢虎跟廢棄線 拿來用這個沙林 那你就說欸這怎麼知道的 因為他們就一直否認這件事情 居民指責他們這樣 但是他們一直否認 結果最後啦 來了兩個颱風之後就被發現了 颱風就吹一吹之後 這個東西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也是一件還蠻唯一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十五位環境委員裡面 其實有三位是台東縣政府的人 你想一下 我們一 就是 以同理形想想 這叫同理形嗎 是 同理形想一下 如果你是台東縣政府的官員 你喜不希望這個案子可以過 應該是希望的吧 因為這是你BOT出去的啊 所以你不會希望他不過 所以 可是他們沒有做任何迴避 他們就在那一個案子裡面 直接去做標準 所以這也是後來法院認為的一個 程序瑕疵啊 好 所以這個案子裡面啊 就是 然後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其實是一個公益訴訟的一個類型 也就是說 他今天的公益委員告是 環境 我忘記他的一個權益 反正他就是一個公益團體 好像是台東縣 對 他是一個公益團體 對 所以他是公益團體一起的公益訴訟 他不是以個人為單位 他是以一個環保團體為一個單位提出的 好 那他大概就有一些爭議啊 因為我剛剛好像都講超多了 我就不講得太細 好 所以大家有這個毛巾嗎 大家有這個毛巾嗎 大家有這個毛巾嗎 不要告別都會按你的毛巾 我覺得就是 我真的非常欣賞就是東陸的這一些部落 就是他們很會出毛巾 就是 大家有 大家有收藏的毛巾嗎 我每一條都有 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幹嘛 可是每一條都沒有 因為我每條捲得很漂亮放在那裡 對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什麼 沒有人是舉外人 我也覺得很好看啊 就是 就買這種毛巾 好 好 大概就是淡北道路的一個案件 那淡北道路 就是 終於講到一個 離大家比較近的 就在淡水 那為什麼淡水需要這麼多道路 開發 對 因為開發 為什麼我們沒有開發 因為我們有一個東西 叫淡海新市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淡海新市證 就是我們的營建署啊 在好久以前 就是想到一件事情 就說 哇啊 我30萬人要進出那裡 然後就是 欸30萬人 那30萬人的交通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我會發現失敗了嗎 因為 好像根據統計現在 大概只有8萬人 對 好 所以就是從30萬變成8萬 可是還是還蠻多人 進出淡水的 好 那所以就是說 淡水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有去問淡水嗎 那開車去淡水 淡水愛塞車 這是大家既定的故鄉 淡水愛塞車 所以呢 他現在就是想說 要在淡水這邊啊 這個海岸 這個河岸邊 再蓋一條道路 就是所謂的一個淡北道路 那其實淡北道路的 就是 主則律師就在這裡 所以他等一下就分享就好 對 好 那我只是講一些比較 我覺得很有趣的點啦 就是因為這裡 一條路 可是大家都知道 洪樹林自然保留區在這邊嗎 小時候國小課本 不是有告訴你水鼻仔的故事嗎 好 因為我就是 我希望你兒子 我小課本都長得差不多 就是水鼻仔的故事 互相就在這嘛 對 好 那所以就是後來 在這個案子裡面 因為那時候 這個案子 他們法官有到現場去做獻砍 那他們獻砍的時候 在測量的時候 發現 這個最近的一個地界中 就是這條路的邊邊 離那個洪樹林自然保留區 大概就是一塊硬幣不到的一個寬度 就這麼擠這麼擠 對 那可是其實很多開發商 都是這樣想的 他可以說 我還有一塊錢的寬度喔 對 可是這其實是一個很離奇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可以想像得到一件事情 假設你是一隻螃蟹好了 好 假設你今天是一隻螃蟹 你會想說 我知道這裡有一條線 所以我不能過來這裡嗎 其實應該是沒有辦法的吧 對 所以澎蟹他應該就是想走哪裡就走哪裡 所以生態這件事情啊 他並不是我們人為想像的說 欸畫一條線 我路就在這裡 你不要過來就好了啊 那就不會過來 就像白海盆真的不會轉彎一樣 這是一樣的意思 可是我們的一個規劃單位 有時候就是會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好 那在 我每次講到北道路的時候 我都會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解決交通優勢 真的就是再蓋一條路就好嗎 有時候再蓋一條路很慘的是什麼 他會更融色 他會更塞而已 可是我們其實有很多的一個開發單位 或規劃單位 他們都會想說很塞 所以我就再來一條 可是再來一條就對嘛 其實這個邏輯有時候是怪怪的啦 對 所以就是 就是等一下面具是可以繼續分享的地方 好 再來就是我要講的是RCA公開 RCA公開 因為律師也有主意 所以 我今天為什麼要一直挑這種慢支架 好 但是我可以就是分享一下RCA這個公司 其實RCA大家現在都沒有聽過啊 可是 他當年可是現在的台積電 就是進去工作你會覺得很驕傲 好 對 所以RCA他其實是一間很有名的一個 美國的一個公司 那RCA那時候 其實我因為我 為了做PowerPoint 也為我去找一些他們那時候的資料 確實那時候在工廠的女工啊什麼的 就是算是時髦的人 就是很酷的一群人 好 那RCA這個公司啊 他其實就是在我們一個新竹的一個地方設立的場 桃園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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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桃園巴德 桃園的一個部分設立的場 那其實他是 這個案子啊 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是關場之後才發生的污染 那時候好像是照照剛的一個部分 他就發現 就是發現就是說 那個地方有被倒大量的一個廢棄物 然後還有這些化學的一個物質 就是直接灌到圖裡面 就是你也想像嘛 假設你是一個老闆 那現在台灣的環境議題還沒有很發展的時候 那有一桶飛雪 你要怎麼處理 就是挖個洞把他埋進去 不就好了嗎 你不覺得這樣很完美嗎 大概也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時候確實就發生這件事情 那ZA後來發現發生的一個 比如說他們現在的訴訟裡面 其實也就是因為在這個廠區工作的一些員工 他開始大量的禮案 就他的隱患癌症就是開始發現就是說 原來這根本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可是這個工廠裡面可能是有去的一個存在的 這是RCA的一個案件 那所以這大概就是他們之前在 這應該是最近的 就是那個二審的時候 在那個高等法院的一個照片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一個案子 大概就是介紹了幾個案子 那這個一個案子就是我現在有講 就是新竹撲口垃圾轉運站的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他也是為了就是規避環平的存在 對就是規避環平的存在 他也是拿來規避環平的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村長發現的 村長發現就是說 欸我們這個鳳凰村啊 為什麼開始出現就是 有好像有要蓋什麼東西的時候 然後他開始去問鄉長 鄉長說沒有啦沒有要幹嘛 然後後來就這樣說不對啊 就是繼續又問他說 沒有啦搜一些垃圾而已 後來被他查查查查 然後發現全新竹的垃圾都要放在他家 努力 這是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啊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開始去找這個 相關的一個資料之後才發現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案子裡面 他明明就一定要經過環平程序了 那今天這個新竹湖口垃圾轉運站的案子 他也是做一樣事情 他就是去切割他的一個開發面積 他就跟你說 沒有我只有這麼一點點而已 我只要做這麼一點點而已 雖然我為了這一個垃圾轉運站 我外面開了一條道路 可是這是道路啊 這不是我的開發行為 所以我只要做這一塊而已 那這一塊面積不到 所以我不用做環平 可是這其實是一件很 後來被法官推翻的事情 因為法官就說 如果沒有這條路 你的垃圾要怎麼出去 所以這條路的一個開發 也算在也應該要是你整個一個 開發的一個範圍內 那所以最後他就是提起了一個訴訟 然後就被法院判決這個處分要撤銷 那這個案子比較特別就是說 他其實是當地有175位的居民當員告 因為通常啊如果你是一個律師的話 你不會接受175個居民當員告 那什麼 因為你那個公司中 不知道幾頁有沒有 把他們的名字跟地址列完 大概十頁過去了 所以通常不會做這一件事情 那我們在 就是因為書裡面寫的就是說 因為那個居民其實 每一個人非常願意參與這個案件 這其實是非在盤見的 因為通常開發會帶來一些利益 那很多的居民也會因為這些利益 而選擇支持 所以反對的民眾 其實在我們處理的這個案件裡面 其實反對的居民 反而要他站出來 有時候他們會有一些壓力存在 可是這個地方很不一樣 他們每一個人都願意站出來 所以之後他們的員告 就列了170個人 對這還蠻特別的案件 那這個案子也是第一個 就是由受害人民提起的一個公民訴訟 然後勝訴的一個案件 謝謝 那我就先把時間交給張律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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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那個子林律師 我是張立 現在是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 那剛才子林律師介紹的是 就是從民律 從民到今 環境法前 環境法後 那各地居民他們 所抗爭的 各地居民他們對於不當開發案抗爭 所展現出來的創意 或者是堅持 那或者是專業 甚至是犧牲 那覺得這些故事就是很打動 身為完備的我們 相對於面對這些陸幫 陸港反肚幫 或者是扣進反武器的這些前輩們 其實我們真的都是後輩 我們都是後輩 但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抗爭技巧 也推成初心 法律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好用的工具 其實剛才在前面講的這些案例 還沒有法律訴訟之前的案例 其實有多少的抗爭技失敗 舉一個例子 張斃工業區 張斃工業區 那個時候開發的時候 一定也有一些人突然反對 但是沒有成功 所以我們這個彰化雲餅 研排在非常具有全球性特色的一個 大片的泥炭地 就這樣被填掉 就這樣被填掉 雲嶺的六勤 離島工業區也是一樣 當初也是有人出來抗爭 還有那種 齊爾拉的居民出來告官的 但是他那次告明是訴訟所在邊 倒不是告主導開朗 但也沒有成功 所以其實有很多沒有成功的例子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人可能夠多 第二個 不敢暴力衝上去 第三個 沒有強制力 那法律訴訟提供了一個管道 什麼管道呢 你不用暴力衝上去 但是你最後得到的結果 有強制力 你知道這意思嗎 法院的判決 有強制力 我欠你一百塊 法院判決我要還你一百塊 我說我不要 法院就會找到你家來 我打了你一拳 怕你掉了兩顆牙齒 法院判決我要進去關八個月 我說我不要 法院就會到你家來 把你扣起來 送到監獄裡面去 這是嗆之音 政府今天開了你一張法單 說你闖紅燈 要罰你 闖紅燈多少 三千六 三千六 不是啦 高速公務超速三千六 然後你說 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我不會塞車 那台車不是我的 翻出車牌一看 真的不是我 所以呢 我去告官 告官知道嗎 告官就是 處分你的國家 給你一張罰單 這張罰單叫做行政處分 那你不服去告官 你是告國家 告國家說 很奇怪罰錯了 那如果法院判決 對國家罰錯了 那國家得要還你三千六百塊 有強制力 你不用拿刀拿槍去跟國家火拼 國家就要還給你 這是人類的一大進步 要這個意思嗎 這真的是人類的一大進步 以前的人一定是要拿刀拿槍去拼的 要拿命去拼的 你才能獲得公平正義 生存的資源 現在不用 民主 有民主的制度 不用 透過司法的判決 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 可以還給人民 應當有的權利 也可以避免國家的爛權 所以為什麼 停工不停產這件事情 這麼的重要 這麼的嚴重 為什麼 因為那表示就是說 我不用停法院的判決 法院的判決 對於我行政權沒有強制力 這什麼意思 這句話背後的意思就是說 國家可以制度性的侵犯人民 人民沒有辦法透過司法獲得救急 白話來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停工不停產這件事情 為什麼這麼嚴重 為什麼大家一定要起得出來抗爭 為什麼會掀起這麼大的一個波爛 在法律人的眼中 就是因為他背後的本質 是這樣子 好 那剛才子玲分享了這麼多的東西 我想要講一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 怎麼讓它發生 有點難對不對 剛剛大家聽 其實子玲已經盡量講了白話了 但是我想 他當他講到法律的一些訴訟 或者是一些專有名詞 那些法律概念的時候 沒有學習過的人 真的會覺得非常的困難 它怎麼發生 我們怎麼讓它發生 我可以讓它發生嗎 好 我現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可以 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步驟 我們可以讓它發生 其實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到這邊來 都真的是令人感動 比如說像黃老師您剛才提到的 這個環境犯罪跟被害 其實像RCA的案子 它就是 它其實已經算是一種環境犯罪了 而且它有上千的被害 上千的被害 只是這些被害 它現在選擇的是 用民事損害鳥的方式 再討公道 那比如說像剛才的這個新竹的湖口轉運站 我講錯 新竹湖口垃圾轉運站 它如果真的埋下去以後 污染地下處會不會有被害 有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被害 那這175人出來告關 那也有一些像是 可能沒有被害人 但是會有被害螃蟹 淡北道路 住在淡水的舉手 有沒有 沒有 我住淡水 我住淡水 常常從紅樹林捷運站 通勤 紅樹林捷運站的月台 到了特定季節 是要小心踩到螃蟹 很浪漫的一件事 很浪漫的 通勤的時候你幹事情 哎呦 地上我螃蟹 這樣子 對 很浪漫 對螃蟹其實並不浪漫 並不浪漫 所以 就是說 我們 再回到我剛剛所講的 我們怎麼讓這件事情發生 它其實是有一些 我們不要說公司 但是我們在摸索一些 一些可以操作的東西 所以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第一個 你不要去忽視了你心中的那個呼召 英文叫 calling 中文我們把它叫呼召 或者是使命 就是說 你對這件事情 你沒有辦法不回應它 你不回應它 你覺得你往慕如此身 往慕如此身 就是你白活了這樣子 不要去忽視你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心中有那一把火 你才可以燒到別人的頭上 比如說 黃老師 黃老師他就覺得 我看到有一些環境的被害人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那我可以做什麼 我是一個犯罪學的老師 我可以去做研究 我可以去影響研究 我如果是一個律師 我就可以去打官司 我如果是一個被害人 我不要坐在家裡挨聲叹氣 有的被害人坐在家裡挨聲叹氣 啊 沒力了 啊 我要死了 啊 這我過也沒力了 你們是大財團 我們一個小的被害人 我是人 不要這樣子 有一些被害人就是會站出來 拖著病體都要站出來 他就會感染一些的使命 呼召 這個 calling 非常重要 大家千萬不要去 揉了心中的那一團烈火 千萬不要 有了這個使命之後 你要善用 不好意思 綠色看得清楚嗎 有點淡 有點淡 好 那我看 都綠色了 就是使命跟古早 使命跟古早 第二個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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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 有使命有護照 一天到晚坐著喊 坐著喊 事情不會改變 事情不會改變 你得要想辦法 成立組織 或者是加入組織 這個組織不是 我講的組織不是協會 或者是一個學校 也不是 而是各種不同的力量 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來講 我們的組織會分成幾個類型 第一個是律師 我們得要找到 有同樣使命跟護照的律師 我們的使命跟護照是什麼 就是我們看見不合理的制度 跟著看見不合理的個案 我們去幫助那個個案的受害人 然後再從這個不合理的個案 看見制度不合理 然後去改變制度 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使命的護照 我們這個協會的使命護照 那我們的方法有很多 方法要透過組織來實現 組織有律師 會有什麼 學者 我們的案件是有很堅強的學術論述 很堅強的學術論述 你讀法律嗎 大家法律系 李建良老師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對不對 張文貞老師 對不對 他們的學術論述 都是我們的 傅林靜老師 他們的學術論述 都是我們的 後頓 學者 很重要 媒體 媒體 媒體是政治壓力的來源 在場很有教練世界的朋友 你知道你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嗎 媒體 還有什麼 環團 環團他跟我們一樣 我們是廣義的環團 他可能沒有法律專業 但是他可能知道什麼 他可能知道這一塊海域裡面 有幾隻白海豚 他可能知道這一塊海域裡面 白海豚的分布跟繁殖的狀況 他可能知道這一座山頭 有規原則 有規原則 一種陸械 他知道的跟你知道的很不一樣 那你可以做 居民 沒有居民 沒有居民就沒有當事人 沒有當事人就沒有法律案件 所以當地的居民自救會 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名單 名單 名單掌握了話語權 他也掌握了預算的權力 所以如果可以找到地方的名單 支持你的案件 重要 官員 官員是實際執行政策的一群人 他們通常有比較高的知識水準 相對於當地居民而言 但是他們上命下場 但是總是會有一些 有理念 善良 不願意放水的關係 要能夠或臨或外 跟他們取得連結 有使命 有呼召 有組織以後 我們等於要有很長 所以我們會不斷的去培育這一群人 我們常常辦各種各樣的訓練課程 環保律師的培訓班 前上一季我們才辦完回去十週的 十週的反過千的課程 反過千的課程是跟土地開發洋關係的 就比如說航空城 那一百二十七公頃如果沒有被劃出去的話 那些人的家就是要被拆掉 要趕走 他或許會把他牽到一個叫做什麼 集中保管區還是什麼 安置區 或許會把他牽到安置區 但是你不一定願意被牽走 那就是一種破千 強迫的破千 那就是一種破千 所以我們會一直不斷的辦課程 去培訓律師 因為律師大部分的律師的養成教育裡面 沒有環境訴訟 沒有土地開發這類型的訴訟 沒有這個專業 所以我們不斷的辦課程去培養 再連結 我們會不斷的去連結這些人 透過什麼 透過各種的講座 課程 工廳會 現場勘察 各種各樣不同的會議 國會遊說 來去連結這些人 把這些人連結起來 讓這些人 可以感染到一個共同的使命跟護招 你們可以去做一樣的事情 而且你們做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力量會很大 會很大 事情會有一些推動 會有一些改變 做而言不如起而喜 連結就是這個起而喜 你得要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像今天的這種活動 也是一種連結 它連結的什麼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那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心理素質 好歉喔 這個心理素質會包括什麼 勇氣 你要有被討厭的勇氣 我們在同一城很薄的啦 很小的 你不要以為大家都跟你一樣 就是很愛環境 其實沒有啦 我們的政府說 環境要勇氣 沒有啦 工程才勇氣 你要解釋什麼 工程才有勇氣 為什麼 因為國家要發展嘛 國家要發展 就要一直有工程 一直有工程 政府就是最大的包商 你不是包商 政府就是最大的業主啊 國家有多少人要靠他吃飯啊 政府本身也要養僱員也要吃飯 所以最好去賺取 這個發放心水的來源 第一個抽稅嘛 但是我們國家 花費稅金的方式 是非常的腐爛跟罪惡 所以他為了要找更多的財源 他就用什麼方式來找財源 開發土地 區段徵收 勢力重化 都是找財源的方式 所以為什麼一直會有一塊又一塊的土地 被化成一個要開發的區域區塊 就是因為透過這樣的方式 他可以變現嘛 他可以有工程嘛 他可以綁裝嘛 可以圍標嘛 其實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你得要有勇氣去面對這些事 你得要背這些討厭的勇氣 甚至也要面對暴力襲擊你的身體的勇氣 前一陣子的新聞 在英國衛報刊了一個 一個叫什麼全球募集的一個組織 他是去看全球的環保人士 在2017年172個還是176個被殺害 被殺害 我本人也有被盯上 因為蛋白要倒入個案子 但是畢竟被殺害 可以說是小小小小的 但是你總是要有勇氣去面對 你也有勇氣 第二個耐錯 我們在做的事情常常在示範 一點都不浪漫 又賠錢 又不容易成功 實在是 吃力不討好 實在是吃力不討好 但是因為你有這個東西 你沒有辦法不回應它 所以你只要一直耐搓下去 你知道一直耐搓下去 要有勇氣 要耐搓力 另外一個東西 可能不叫心理素質 我們暫且把它圍了 總之會有東西讓你感到成就 你才有辦法循環下去 了解意思嗎 你才有辦法循環下去 你要想像自己是什麼 想像自己是那個冬年的中休 秋天的時候 你有一點成功 你就可以把自己吃得很飽 然後去渡冬 來年春天的時候 二個壽皮保育再出來覓食 這個成就感就是 在秋天夏天讓你吃飽的 可能那一點下降生 你要能夠想辦法撐過這個冬天 你知道嗎 這是有關心理素質的部分 那再來一個是什麼 那再來一個是什麼 論述 你的行動 你的使命跟護照 一定要有相當的論述 你才有辦法換起支持者 支持者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應該都有學過 1912年中國的民主革命 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是什麼 我們讀那個不一樣的歷史課的 是各省的響意 大家還記得嗎 成功的關鍵是各省的響意 你武昌奇異革命的時候 各省響意 各省響意是什麼 有支持者 有支持者 列寧在1917年的共產革命 為什麼會成功 有支持者 支持者很重要 支持者從哪裡來 從你的論述 因為你的論述可以說服他們 可以感染他們 可以感動他們 所以你會成功 最後一個 金錢 錢是很重要的 我們絕對不會說錢不重要 錢超級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 一級定額捐款給我 如果對的話 或者是覺得今天的假作 覺得不錯的話 買一本書 這本書 你看 打數打得多字 你看 這本書 就是我們所產出的 論述之一 論述之一 聲明 這本書裡面 十個案例 並不都是我們協會的承辦 有很多是來自於蠻葉新竹 深愛協會 有一些是來自於原真法律事務所 有一些是來自於我們協會的協助 那我們透過這些友團的協助 我們來承擔行政程度 就出了這本書 我們希望把過去十幾年來的一個環境訴訟 留下一個紀錄 然後讓這個書本是可以留下紀錄最好的方式 因為它可以流傳最久 我們希望這個可以稱為感染 然後找出各階層領導人 也找出各階層支持者的一個方式 那跟大家分享 那最後回到就是 我講的這個主軸 子林律師講的這些東西 我們怎麼讓它發生 怎麼讓這個事情實現 這是我的分享 那其實這個是可操作 你如果在學校 你有一個使命或護照 你可以透過這套流程去操作 如果在媒體 你也可以透過這套流程去操作 如果你是上班族 也可以 不管你的使命或護照是什麼 原則大概就在這邊 一些變形如此而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律師 感覺很像就是下班族 好像是那個裴力課程 對 然後 對 就是謝謝兩位律師 他跟我們做的一些分享這樣子 然後 那因為我們都希望說 我們大家可以有一些時間 讓就是 來聽的朋友 然後跟就是講者 因為你不相信大家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看到了多少荒謬的事情 對 因為我自己 就是這個禮拜 我去把你這本說 他其實就是收集十個案例 就是環境輸送的案例 那他有一些是比較就是說 因為他們有一次 EGA在那邊去做廣談的 然後去把那些故事整理出來 然後 除了說 就是把這個故事大概怎樣剪接 他的過程剪接以外 他們有把那個政治法律的判決 然後都放在裡面 然後所以就是說你就要對照著看 比較清楚 當然法律的那一部分 我覺得自己 我覺得的確是比較難一點 不過他們兩個剛剛 都是用很平淺的那種話 來跟大家講 其實如果說大家如果說 對裡面的那一些判決 什麼有興趣的話 大家也可以都是去找一些 就是說網路上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的紀錄 比如說公式的紀錄觀點 或什麼的 像那個中科三期那個 我就有看到他們有做一個 短短的影片 那個20分鐘這樣子 那你對照著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又更生動一些 那你可以比較了解那個過程是什麼 這樣子 那我想說台下的朋友 有沒有人就是有一些問題 或是說有想要分享的部分 現在就可以就是先提出來 這樣子 記者的朋友 就是那個停公布停產那個案子 既然沒有執行力的話 那為什麼後面還會有案件在繼續 因為反正大家都不理那個行政法院 對不對 所以我不曉得它的執行力從哪裡來的 那剛才這個指定律師有講到95環體跟99環體 這我用圖結比較容易了解 不好意思我只講一講就喜歡寫字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容易了解 環體法裡面有一個規定 就是無環體無開發 簡單來講這樣 你沒有通過環體那你不能開發 那什麼叫開發 開發就包括蓋廠房跟生產 白話來講就是這樣子 那95環體通過之後呢 法院撤銷 撤銷之後95環體通過之後 國家就開始整地 廠商就開始蓋工廠跟生產 對不對 那這個工跟生產都持續的在進行中 95環體到99環體 95環體到99年的時候 被行政法院撤銷 撤銷了以後 大家馬上就面對到一件事情 什麼 糟糕 環體法說 停工不停產 國家馬上開會 怎麼辦怎麼辦 我們輸了 法院判決說 我們輸了 環體法規定 停工不停產 那是不是我們就要全面停工了 怎麼辦怎麼辦 那這時候就有很聰明 不知道是很聰明 很聰明 很聰明的當時的行政院院長 就是我們現在的 國民獎主席白敦一 他就說什麼 他說 那個法條 十四條規定什麼 十四條就是規定說 從未做 環體的 不可開工 我們這個有做環體 我們是有做環體 但是被撤銷了 所以跟這個從未做環體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開工 我們就開場 停工 但是可以開場 停工不停產 基本他是這樣曲解出來的 他是一種曲解 這種曲解你可以看到 在什麼地方會發生 在專制獨裁國家會發生 一個人明明是被打死的 但是就可以曲解成他是自殺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在說的什麼例子 所以他其實停工不停產 這東西是被曲解 所以剛剛歸一名的問題是林瑤姐的 你說不是判決撤銷 那那個強制力在哪裡呢 強制力在哪裡 強制力規定在法律裡面 而法律被曲解 所以那個時候呢 大概所有法界的都跳起來 包括法院都跳起來 那99年之後呢 其實又有非常多的案件 非常多的案件 其中有幾個案件 也就是針對停工不停產這件事情 去打 這些當地居民人怎麼辦 拿到拿錢拿去幹嘛 沒辦法 只好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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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從95到95的環評 法院有暗號的案件 大概二三十千 我不太能確定一個數字 反正真的是非常多 非常多 我們都是為了維護什麼 維護法治的尊嚴 真的我們在維護法治的尊嚴 我們的政府把法治踩在地上 不把它當一回事 然後我們就努力去維護這個法治的尊嚴 要維護的就是那個強制力 要維護的就是說 不行我們不能再走回頭的老人 來 我不要再拿到拿來 給你去挺 我沒有說理的 一直判決會叫你挺下來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那是不是之後他們會比較去解決 之後他們也沒機會去解決 他們就下台了 就換一批人了 就換一批人了 那現在轉型正義會在哪裡 那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很漫長的過程 轉型正義真的是很漫長的過程 因為這一批人雖然下台 但是這一批人也要在社會上 那他在社會上各個不同的崗位 他還是會發揮他的影響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帶有影響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真的是很漫長的過程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 我們沒有放棄的權利 我們要耐錯 對不對 耐錯 一點點的成就感 就可以活很久 這樣子 活得比他們長 保持健康 常運動 非常感謝講者的分享 那 就是我在研究的過程當中 我有去跟一些 就是這些居民 就是我跟他們稍微聊天 訪問 那 感覺這些環境案件 就是說在預防的階段 例如說是環評的階段的話 輸送這個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 對 就是可以 就預防來講 因為可能還沒有造成傷害 但是如果說這個傷害造成 像是RCA 或者是67 這樣子的一些案件 那麼 又要經過很漏長的訴訟 而且他勝算又是蠻小的 像類似這樣子的案件的話 就是對被害人來講 也是一個滿大的負擔 對 等於就是要經過很長期的健康 我不知道律師這邊有沒有對像 這樣子的案件 就是說你們的觀察 或者是 覺得未來應該要如何去 就是 當然我們 如果所有的案件都可以預防在先 是最好的 可是現在有一些 還有就是說 應該還是有很多案件 其實是沒有辦法進入訴訟 因為畢竟要有居民的支持 那有一些 也有可能在某些案件是 就是他們支持開發的 對 那是不是還有呢 更多的案件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資源也沒有限 所以更多的案件沒有辦法進入訴訟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傷害不造成的部分 或者是即使是得到賠償了 可是可能環境也已經被濾染了 你知道 律師的看法是怎樣 如果說是沒有預防 環境傷害已經造成了 真的已經發生很多被害了 那 陷阱的制度 其實就像王老師所說的 就是我們其實很多 一定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只好怎麼辦 我們只好怎麼辦 只好希望未來的這些受害人 不要再像現在這些受害人 那麼辛苦 現在這些受害人真的走得很辛苦 有的人可能就是 生病了 真的死掉了 或者是家裡被拆了 那未來我們能夠怎麼做呢 以受害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是這次全國施改會議裡面 針對環境法治的施改 本會關注的一個重點 本會關注的一個重點 那六卿為什麼會一直排放 或者是說 這個RCA為什麼會一直排 到地下水 到地下水 為什麼呢 因為商人會算 商人怎麼算呢 他就算說我排放 可以省一百萬 被發現一次罰一萬 一年呢 只會被發現兩次 你說我要不要排 你知道 你知道對不對 那我們的法治就規定說 刑罰跟行政罰 不能二罰 一次不二罰 那我國刑法規定的刑罰的罰金 有的時候又比行政罰的罰還的低 那我就乾脆推一個員工出去給他判罪 然後我公司呢 會罰一個刑罰的罰金 那又更省錢 對不對 公司的經營者會算 股東會算 所以這次的施改會議裡面的決議呢 就針對斷絕企業污染的經濟誘因這一點 我們就去做了一些推動 現在還在推動過程當中 大家定期關心全國四台會議的結論 怎麼斷絕呢 第一個 行政法的法法要提告 以前可能規定五十萬 現在是兩千萬 那個就會算 他就說我弄一個設備一千萬 被抓到一支法兩千萬 那我去弄設備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污染的 回顧原狀的費用 污染人要負責 這很貴了 糟糕了 他就會看又要算了 那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 我因此省下來的錢要被追繳 什麼意思呢 我原本應該要花一千萬 我沒有花 我就追繳你們一千萬 你沒花是不是 來 錢拿來 你不花 拿來 拿給國家 第四個 我們把刑罰 跟行政法的那個落差 我們來講到那個落差 把它補起來 司法博士會議裡面針對這四個 經濟誘因的斷絕又做出決議 裡面會牽涉到很多法條的修正 空屋 水屋 飛漆屋 獨行化學屋子 海屋等等 這些東西會去做修正 那這個會在立法院 那我想行政院提出草案版本 到了立法院之後 一定會有很多模型啊 跑出來 大家就多多關心這樣好不好 這個是有關於這個斷絕誘因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求償困難的部分 剛才黃老師提到 這個原告真的是很辛苦 我們也看到這個很辛苦 RCA那個案子 從明國95年 達到105年才第一審判決 達到106年底才第二審判決 我們請求28億 但是只有拿到5億多跟7億多 我們覺得 實在是太辛苦了 不可憐 對方的大事務所都不知道賺得幾個億走了 對不對 當然啊 我們的永生也累積了幾個億啊 但是這個現實沒有辦法比的 那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舉證責任可不可以再讓他們減輕 原告的舉證責任 受害人是原告嘛 那他法院去告 告誰會被他 你弄壞我的健康了 我請求你賠償1000萬 但是我可能有八件事情要舉證 我們可不可以在制度上面 把舉證責任再減輕 現在的法條規定 八界裡面有兩個舉證責任減輕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四個舉證責任減輕 六個舉證責任減輕 讓原告的請求再簡單一點 再容易一點 這也是司法改革會議的一個重點 那第三個就是 污染的預防跟茶器 那這個部分有包括檢調、警察 或者是環保局的第一線人員的一些 調配的一些行政措施 這個都列在司法公司會議的決議裡面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要關心的話 就可以上網站 司改會的網站 或者是法務部的網站 或者是司法院的網站都有 然後後面那個椅子裡面 來回答第二個問題就是 沒有當事人 或是當事人的知識開發 其實我覺得 自從就是 遇過這些案件之後 通常啦 通常你的當事人都是 我的當事人都是少數 有時候還是少數中的少數 比如說像剛剛雖然不是我案子 但是像西港的協會這個案子裡面 就我剛剛說那個3.1度廟會塞車 然後也省一分鐘的那一案子 其他的住屋全部都同意了 只剩我們當事人那一戶 他不願意同意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是在當地做這種 生態無法的 對 所以如果路這個開下去那些樹都砍掉 對 他的生態無法其實印象非常大 那他們覺得那個很多資源是很珍貴的 對 那對於很多人知識開發這件事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要再思考一件問題 就是土地這件事情是拿來賺錢的嗎 環境這件事情是可以用錢來犧牲的嗎 就我覺得 其實講到最後我覺得 那是對於大家對於環境意識的一個問題 那確實在一個假設今天是一個訴訟案件好了 說真的如果沒有任何當事人願意站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拿訴訟 因為律師在怎麼厲害他都只是一個代理人 他一定要有當事人有那個當事人的事格 他有那個訴訟的一個資格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當代理人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就是這種NGO的一個運作裡面 很重要一件事情也是當事人的賠利 就是我們要怎麼讓當事人 對於環境這件事情是有意識的 而我們也要就是在 因為訴訟都是一個很漫長很漫長的過程 在這漫長的過程 你要不斷地去鼓勵當事人 然後讓他們相信跟我們一起走到最後 會有一點點的光芒存在 雖然我們沒有人可以保證那光芒一定存在 但是我們都要去努力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那確實有很多時候 都是環境意識的一個問題 好 我就先簡單跟大家這樣 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還是 還是 就是說去年賴清德 作為提出要文明法修法和封鎖法 那現在今年 就是後來因為一些聲音水把它打住 那剛剛就是說 有提到說 協會也在推動這些修法 有看到很多不足 那可以分享一下 認為現行文明法應該要推行的方向 對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說 許多時候法治推動 或許是會帶來進步 但有時候會帶來退步 比如說 剛剛有提到的 黃金海岸 他就因為 就成功的域化社會的部分 因為是私人土地 所以可能就是說 他那會去被開發 就是 之前是有這樣的說法 那 其他還有包括像這次財產土地 也是一樣類似的情形 可以常常再跟我分享一下 他們有這種會法治 他去修法法 讓他退步 那這樣子 你們有什麼樣的看法 謝謝 環境修法方向的部分 本協會的草案跟行政院版的草案 不行 環保署版的草案 有兩個地方很不一樣 當然還有很多地方不一樣 受限時間關係會講 兩個地方很不一樣 第一個地方就是 環保署現在的草案 仍然維持現行環評法 開發單位就是開發商 他要做環評的時候 由開發商找一家顧問公司 來幫他做這個環評的工作 我們叫做開發商跟顧問公司 站在一起 現行的修法和草案 跟現行法是一樣的 現行草案跟現行法是一樣的 那我們協會提出來草案呢 要求把這兩個關係切開 切開 也就是說開發商你要去做環評的時候 你只是繳一筆費用 讓國家來找一個顧問公司 去做這些環境調查 有了沒有的事情 來做這個工作 那為什麼我們想要把它切開 因為為什麼這個切開這麼難切呢 就是改這個制度真的不是一觸可擊 為什麼我們想要切開 開發商想要過環評 對不對 他去申請環評他一定要過環評 所以付錢給顧問公司 是要顧問公司幫他過環評 這樣可以理解吧 但是環評制度裡面 對於環境的影響的評估 必須要公正要客觀 要基於那個數據 要基於科學的這些評估 那這些評估的各種各樣不同的項目 包括生物 包括社會 包括經濟 包括文化 包括自然 包括海洋 地下水 河流 被污水 被汽入毒 可能有一千項 那這一千項的調查裡面 上下騎手的地方很多 開發公司如果知道白海豚 這個地方白海豚就是一個問題 部分公司就會幫他寫這個地方 白海豚會轉彎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切開 讓顧問公司真的發揮他客觀專業的功能 這是第一個制度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那麼難改 制度上這件事情為什麼那麼難改 第一個 顧問公司跟開發商之間 magi-magi的經營關係很久 突然要把它切開 那是對於他生意 金流 人流的一個斬斷 這是困難的一件事 這第一個困難 第二個困難是什麼 地方政府的人力真的是不夠啊 環平安那麼多 如果要把這些顧問公司的監督規劃 全部都把它納成地方政府的業務的話 哇 地方政府沒人 也沒人沒人的能力 所以就只好先維持現行 所以環保署的做法就是 我先維持現行的制度 但是呢 我政府會定期的 對顧問公司做評鑑 如果顧問公司你的評鑑 不合格的話 那你就不能來玩這個遊戲了 就先用這樣的方法去過渡它 去改善目前這樣的一個現況 這是本協會草案跟環保署草案 一個第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是政策環平 政策環平現行法只有一個條文 然後非常的難用不好用 也不知道怎麼用 那修法了之後呢 條文還是很少 我們認為規範密度還是不足 所以我們希望在環平法裡面 把政策環平的密度把它加大 我們做了政策的定義 什麼是政策的定義呢 法律案其實也是一種政策 比如說前一陣子通過的 那個前瞻基礎建設條例對不對 這個法案下去 它其實是一連串的政策實現 但是有沒有人對這個政策本身去做過環平呢 比如說這個政策裡面有講到 有不到幾百個億要做所謂的水環境的建設 大家可能知道水環境是什麼 水環境是什麼大家知道 就是把原本生態的河流裡面都把它變成水泥 就是叫水環境 或者是把堤防加高 這個叫水環境 了解意思嗎 那這個對生態會有多少影響 第二個 它裡面有一半以上的要做軌道建設 這個軌道建設將來要做在哪裡呢 會不會牽涉到人民的這個這個 土地或者是房屋的拆遷呢 對那個地方的社會影響又有多大呢 有沒有評估呢 沒有 我們希望政策這件事情 其實本身就應該要被評估 所以我們又把這個東西拿進去 我們的修法草案 然後 然後 當然我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過啦 甚至會不會越修越退步 這個 對 我覺得越修越退步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它一樣涉及到 河流裡面的環境意思 因為修法是誰在修 就是隔壁有立法委員 那立法委員是誰選出來的 就是大家一起選出來的 所以當然如果我們選了立法委員 他本身就是比較 開發派 好這樣講他們好了 就比較開發派 或者他就是 經濟的重於環評啊 環評應該要有效率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講跟耐青哥差不多的話的話 那你大概就可以預期他在做什麼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法治推動的退步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這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是 律師可以做什麼事情 律師就只能用法律來打行政警官 可是如果連法律都退步了 我覺得律師的那個空間就會越來越少 那我覺得那確實就是人民意識的一個改變 還有我們的人民願意對環境關注到怎麼樣 比如說好我舉個例子 假設今天我們取三一八 三一八的時候對於那些服貌條例 大家就站出來 好我們現在可能有一點點的成果 或者是一點點的改變好 不管怎麼樣 但是環境的異體啊 其實 並不 對我來說我覺得真的沒有這麼多人在意 因為其實螃蟹不會講話 真正受傷的人他們不會 真正受傷的這些動物們他們不會講話 植物也不會告訴你我很痛 對 所以其實沒有人很在意它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人民要對這件事非常有意識 非常有意識 就是我們才有辦法就是讓我們整個環境有一個法治 是往好的方向去 對 聽吾兩位年輕人 我看到了一個 投入的心 笑容可惜 非常 但是 我要說一件 很難聽的話 很難聽的話 為什麼還過在乞討的歲月 在我 六三到六八的時候 在從事這個建築學院修行裡面 我所理解的 一片土地上的一群人 為了花載 為了明天 在西方的社會裡面 他們建構出一個所謂的群居者 脫離 脫離 這一個所謂的 被主宰 有所謂的上位的決策權 引申到所謂的現在人 被歡迎成所謂的民主 那 從剛剛兩位的口語中 我看不到 你們兩位 把自己當作是台灣人 為什麼我這樣子的理解 這樣子的理解 要從事一個開花 這一群人 當要往上提升生活品質的時候 才需要去發展 才有所謂的發展 才要去開花 但這個開花的第一個前提就是 明天的日子 的生活水平的標準 在哪裡 知不知道 這個中華民國 從蔣介石來到這邊 他立下了一個宗旨 他要回家 他要回去 取得他喪失的 他要回去取得他喪失的 但是他回不去 因為他的主持 美國 不允許他 但是 他一直在 為美國 在剝奪台灣人的 一切的食材 所以那些的標準 只有 一個 台灣人 一個人 你要活著 目的是 為我 納鉤 你活著 不能夠讓你馬上死 死了就少了一個人 為我納鉤 然後 那是問題是 你們兩個 從事在 為這些受難的人 向這一個 設局 沒有設定標準的 從事的土地的 發展的開花 好 在這樣子裡面 一直在乞討 我看不到 你 能真正 你有沒有問題 有 那你可不可以看到 我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把 你們所看到的這些 惡化 你們能不能 很自主的信的是 提出一個 所謂的 活下去的 活下去的 畫圈 另樣子 這樣子的畫出來 把中華民國 這個體制 取代掉 有沒有這個能力 就是我們其實 協會的 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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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的 在討論 台灣這段 環境跟土地 那我其實覺得就是說 我們其實做了很多努力 在推動環境的一個法治 對 那我們協會卻 就是要環境法律的協會 所以我們大概 就在環境議題上 非常的一個努力 那我相信就是 環境法律協會的一個 每一個會員 其實也都很努力在 做我們的宗旨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 就是 就認真啊 就不要後悔 就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覺得 我們到目前為止都做得很棒 對 謝謝大家 然後再想問一下 關於那個誰有權 去提到這個問號 對 那個 訴訟的權分 對 要說是 如果這個是沒有當成 站出來的話 光是有NGO 是不可以 然後去拜 變成這個原告 或是如果是 呃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有 荒山年齡 或者周邊都沒有人做 但是我們就是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國家 那我們有 光是有NGO 也不可以提 或者是 我住在台北 我的團隊有沒有辦法 是對提 然後就 比如說垃圾場 然後所以必須要掛定周邊 五公里 然後以外的 我剛好 第一次超出五公里 就不行 可以再講一下 好 謝謝 他問的問題可能 比較深入一點 那我盡量用白話的方式來講 厲害 就是說行政救濟 它基本上是 你受到損害的人 你可以去提救濟 不管你的事 你不能去提救濟 白話來講就是這樣子 那剛才這個是龐小姐 龐小姐她提到的問題就是說 那這件不關我的事 我想關心不行嗎 可以 可以 但是有一些要件的限制 有一些要件的限制 我們就用公益團體來講 你剛才舉個例子 在那個山上 沒有任何居民 但是要做一個開發案 偏偏那個山上 是某一種鳥類的繁殖的地區 那怎麼辦 怎麼辦 那我們國家 針對環境的部分 或者是有其他環境法律的部分 有一些設有所謂的公民訴訟制度 公民訴訟制度 它意思是說 國家要在這個山頭上開發的時候 他要遵守ABCDE法律 可是呢 針對B法律 國家沒有遵守 這時候有一個公民團 你看到的 比如說鳥會 他看到了 怎麼沒有遵守這個B法律呢 所以鳥會就發了一個公文 給國家說 欸國家 你要在這個山頭開發 你至少要遵守B法律 把這個事情做好吧 那你為什麼沒有遵守B法律呢 那國家就回一個信給鳥會說 有啊 我有遵守B法律啊 或者是國家心裡摸摸鼻子就說 哼 刁你 不理你 過了60天都不理你 這時候呢 鳥會就可以針對 國家沒有遵守B法律這件事情 向法院提出公民訴訟 這是有關於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的國家還是有這個管道可以去提公民訴訟 這個是法條的要件 另外就是你剛剛提到的五公民那個部分 那個就是所謂一般的受害人民的訴訟 我們就叫利害關係第三人的撤銷訴訟 五公民是剛才史林律師講到的 現在法院有基本上概略的見解是 別說概略啦 一個大部分的見解是五公民 那是因為我們的環評法裡面的一個執法裡面的 一個孫法裡面的一個副表 有講到五公民 所以五公民是這樣子來的 但其實利害關係人的概念 應該是受到這個開發型的所影響 哇 什麼叫影響 這範圍實在太大了 法院就慢慢慢慢的建立出了一些可以判斷的標準 第一個 一些特種開發行為 法律裡面有一些不同規範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那些規範 比如說核電 針對核電廠的一些訴訟 不是五公里喔 為什麼是八公里 為什麼是八公里 因為我們的法律下面的執法的順法 在授權的緊急營電規範裡面 有規範說逃難的範圍是八公里 喔 所以八公里 要解釋嗎 八公里 那有一些是什麼 水紋的下游 山上蓋一個廢棄物掩埋廠 事業廢棄物 什麼叫事業廢棄物大家知道 大家一般生產的廢棄物都是家庭廢棄物 工廠生產的廢棄物叫事業廢棄物 那事業廢棄物也埋廠 埋下去以後呢 水源受污染 水源受污染以後流啊流啊流啊 地表有河流 地下有地下水 所以地下水的下游居民 如果是抽地下水出來 以用的還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或許這個地下水下游已經15公里 但是只要你能夠跟法院講得清楚 你就會被任何有法律上的利害關係 所以這個所謂的影響 就是要看各種不同的個案來做判斷 那譬如再講空氣 空氣的部分 有一個煙囪上去 藍莓電廠煙囪上去 然後就開始排放藍莓的那個 一些栗狀的污染物 那因為冬天的時候呢 這個地狀污染物因為擴散條件不佳 所以就造成中南部很大很大的污染 那這個時候 住在10公里外的區域 有沒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住在20公里外的區域 有沒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住在30公里外的區域 有沒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這真的就是要看個案的判斷 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固定的判斷 希望我這樣解說你可以解決 請問你市長 有問題 有問題 第一個是說 你剛剛講到斬斷金流 我只是快速的想起說 你提的就是說斬斷金流 那在這個政府有沒有錢 那可不可以放個 放個房子 講說 那我們乾脆就是把那頂錢 那原本該直接請顧問公司的那個錢 轉為他一樣要花這樣的錢 甚至政府可以多少 不一定 但是那個錢轉由 公家機關就是政府 那由政府再來發報 你有一個proxy的意思 有一個代言的意思 那中間當然不是說 這樣會沒有問題 只是說 因為你的代言是政府 所以你在政府上面有所謂的 集合的制度 甚至他有公務人員 是否可以貪污 可以接受監查的問題 只是把這個東西 行政上反而更麻煩 但是他帶來的好處 也許在這個地方 那你至於收多少錢 為什麼 這另外一回事 只是說 除了是不要拿錢之外 也許這是一個想法這樣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們老師在講環評的時候啊 就是我自己還沒有辦法 能夠拿捏到始度的概念是說 到底怎麼樣去區分說 這個是所謂的地方跟中央 還是說這個是縣市當地居民 因為我們常常講 在地方自治 或是地區自治的時候 特別是 除了在那些有非常明確 不可以做的事情之外 特別像 呃 理事長 你看我們要談到政策面的時候 那政策面這個東西 到底是 全台灣的人說 這個地方不可以發展 舊舊的就好 還是說 當地的人覺得說 啊我就不想要再舊舊的啦 我想要換成一個新的樣子 那我要付出的代價 我們當地 花衣奏感玩笑就好啊 那這種東西 常常在台灣 就常會變成那種 全國地方在吵 或是地方縣市在吵 然後 也就是說 這個樣的人是漁民 然後是 台北天龍的人就敲指說 你是漁民 然後地方又講說 你是天龍的人 所以你不應該來講這個話 這是在國際性 呃 謝謝齁 那個針對第一點 您剛才所提的 其實就是我們協會的修法版本 我們協會修法版本 就是這個錢 一樣要花 斬斷金流 只是斬斷顧問公司 跟開發者的金流 但是我們要重新建立一個金流 就是政府跟顧問公司的金流 那只是在砍斷金流 跟建立金流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把這個心臟換掉 換另外一個心臟 這是大手術 對於一家企業來講 這是大手術 為什麼 他原本可以預期 我每年從這個開發者 可以獲得多少的利潤 現在把它切斷 換成政府 我怎麼算是這個 我每年會有多少金流 我不知道 所以會恐懼 改變現狀 對於他們來講 是一種恐懼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主力 是沒有辦法 不是很理想的說 你現在這邊 跟他賺一百萬 把這個一百萬這樣就好了 他不會擔心 不一定總會賺到一百萬 是這樣子 那當然還有第二個更大的因素 就是地方政府的人力不足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 開發當地均勻 就是常常我們就被人家講說 你又不是當地人 你又不是當地人 你是天龍人 你們自己發展好了 不准人家地方發展 什麼地方最慘的地方 蘇 蘇 蘇 花蓮 特別是真的讓蘇花蓮 蘇花高 討厭一點 他真的很有感受 那些仲介 就說 台北律師滾出去 台北律師滾出去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講 每次都被罵 那我只能說 大家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希望就是 我們一起來學習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就看那個案子就好 不要拉高到一個抽象的思維 就是說 難道我們就不要開發 然後都維持在救救的 不是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絕對不是這樣 協會要發展 我們要請更多的人 還把握更多的環境 加上算計算開發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 就看那個個案就好 舉例子 淡北平面道路的這個例子 住淡水的人就說 你們這些住淡水的人 怎麼知道我的痛苦 常常會這樣罵 你們沒有住淡水的 不要來霸凌我們淡水人 真的常常被這樣罵 那不是我住淡水啊 我真的住淡水 所以 我可以很能體會 當地居民的那個感覺 我就是當地居民 那為什麼我仍然是選擇 不要這麼做 因為 我可以看得見 那個問題 他們所講的每一個點 我都可以提出來 適當的論局去跟他討論 去跟他辯論 我只是怕他不要講事情而已 有的人不是要跟你講事情的 他只要把那個弄亂了而已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回到個案 我們再就講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好了 開發這條路的人認為 路開下去 焦重擁捨的問題可以解決 剛剛提出來的 一開始的解決方案 是從 大家都去過淡水吧 從燈灰大道口 把路開到哪裡 開到關渡的立的路口 謝謝憲子 麻煩一下 這樣比較清楚 丟關渡公那邊 我來指一下 大概就這邊 關渡公那邊 那大家知道這邊 有一個小社群 就是關渡這個地方的社群 所以又蓋了一個Costco 大家應該知道對不對 我們就講一個具體的問題 你這條路會解決問題 還製造更多的問題 你想想看 這邊如果只有原來一條路 他這邊14個 紅綠燈入口 14個 那從這條路跟這條路要出來這裡的 會陸陸續續的在這14個路口 慢慢的前進 慢慢的前進 他的車流跟車速就會緩慢緩慢緩慢的前進 然後到大陸 大陸沒有紅綠燈 過了這個立的路口 最後一個紅綠燈之後 基本上就一路順暢3公里 中間只有一個紅綠燈 3公里就可以到北頭了 這樣子 那如果你多了這條路之後呢 這條紅色的鞋沒有紅綠燈 那你想像一下齁 你稍微想像一下 想像什麼 想像國道不好 好 講餵水高速紅綠燈 假日的時候他就去依賴 回去的時候怎樣 曬 對不對 就曬嘛 不要把原本應該分散在這裡塞車的車流 一次丟到這裡來 反對的非常有道理 真的很有道理喔 開發單位真的看見這個問題 他們覺得路到這裡真的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要把路拉到哪裡 拉到這裡 大渡路的一半 大概是大渡路的一半 這裡 二階 一階環嶺在這裡 被我們擋掉 現在在做二階環嶺 他就要拉到這裡來 拉到這邊來可能就不會有交通問題了吧 為什麼 因為這樣車一直開到這邊 一下來呢 還是一樣沒有紅綠燈 沒有紅綠燈一直到哪裡 拉拉拉拉拉到那個大夜路 大渡路口 那邊有個超大路口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邊有個很大很大的路口 那邊有沒有聚落 有可能 就是北投齊岩那個附近 那邊有聚落 那個聚落的人民 會不會擔心這裡會塞車 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他們是不是知道了這個訊息 關渡這邊的居民很積極啊 真的很積極 但是這裡的居民是不是積極 我不知道 但是二階環嶺已經告訴我們說 這裡的交通車流堵塞量會增加10% 我還沒有仔細看這10%是怎麼算出來的 或者是有沒有算錯 我們協會還是會再去看這件事情 但姑且不論這個 我們再講另外一個 紅樹林自然保有群在這裡 最近的地方一公分 對於紅樹林自然保有群的部分 就是過程的一種侵害跟騷擾 文化自然保存法第八四條規定很清楚 自然保有群是不可以去改變它的現有自然狀態 那你想一件事情 24小時日夜不間斷的車流它會帶來噪音 夜間會帶來燈光 車輛會帶來油汙 然後因為路面水泥化 會有排水的問題 對於這邊要怎麼樣去預防跟減輕 或者是其實根本沒有預防跟減輕的可能性 就不應該開防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子 第三 淡海新市政的距離 它如果要去台北 它會這樣 它如果要去新北 它會這樣 如果這邊蓋了一座淡江大橋 淡海新市政跟山市的距離 會從淡江大橋上台64線去新北 這邊的交通壓力是不是人上會那麼大 那需要被解決 可能會假日的時候 對不對 我告訴你還要哪裡需要被解決的話 如果住台北 有開車應該知道我講的 確實是需要被解決 重慶北路交流道 要北上的那個扎道路口 上半時間總是很難上去 我們要不要蓋個重慶北快速平面道路 直接思考一下 自強隧道要往內湖方向 每天早上半痛苦 要不要再打一道隧道 你們可以去想一下 建坦捷運站下面的那條建坦路短短的 承德路要左轉接建坦路再右轉 往中山北路 每天早上痛苦 要不要再蓋個高架道 跨過建坦捷運站這樣直接過去 要不要 有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其實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 可以更細膩一點 其實你就知道 我們的環境治理還有很大進步的環境 我完全理解這邊所想的其實是牽扯到 跟政府所謂的open data 能不能夠做理性跟有數據的討論 目前他的政府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說 我們對於山、河、海、南田的所有的政策 其實並沒有明確的一個國家級政策的導向 比方說我們一直提到糧食自由率的問題 我們就不講清楚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糧食自由率 大概多少 所以我們就算現在有多少田 我們也不可以規劃說 這個田到底一定要有根不根 只能用一個過清理的方式在那邊 那你當這些尺度在法律上 就是因為理事長不能堅持法律的時候 在法律上都沒有 或者政策上沒有 政府完全沒有任何想法的時候 如果我是一個要做開發的人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大的灰色地帶是 因為那邊都是相對人口少的地方 買戶籍、牽人或是各式各樣的方式 我只要走不合理但是合法的方式 我都可以把這些在你所要的法律 跟法律類的事情都可以辦到 甚至立法委員、原住民 或者是海域這些通通都是可以辦到的 這些都是屬於在沒有這個 以這個case來比較的也是沒有理性 或者不知道沒有理性 就是沒有明確數據可以來辨是非 因為它完全都是灰色的 那它灰色的人口在於政府、國家 完全沒有那麼正式的沒有想法 你當你不去明定說我們要多少田 然後我們要多少糖十字有月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不能講說我多少鐵 是一定要留下來 我沒有任何條件不可以開發 那你這樣的話那就變成說 當地的人就會決定不要不要開發 那當地人怎麼來 那原生累已經這麼少了 那我們建商或是開發上 我當然可以想盡辦法去做 這在台北社都跟著你辦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最大的理由是說 總共國家跟地方這個爭論就是 也許天龍人在這邊會來踩煞車的 是有很多這樣的所謂的地方跟國家的情節 就是我一直在擔心的有隱憂啊 這位朋友今天喊喊來了 就是講到那種 就是其實我們也覺得很難解決這個問題 比如說你剛剛講到的糧食自給率的這個問題 數據的欠缺 政策目標的欠缺 或者是你提到的開發土地的問題 他就直接牽著頭顧進來 你又能耐他 像這樣子的問題 我覺得 要說一個去解決 我們還是找得到一些工具 只是會非常的疲 就是很耗能量 比如說剛才那個糧食自給率的問題 我們曾經打過一個訴訟 那個訴訟勝訴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塊土地的開發 浪費了那麼多的農地 卻沒有考慮到糧食自給率 但是這個訴訟後來又逆轉敗 所以很辛苦又很耗能量 那你剛才提到那個 市地重化或者是都跟灌人頭的問題 更是我們反貨監課程裡面 就有上到的這個問題 那也是要透過訴訟 跟他講這個是假的 這個會議是假的 這個簽名是偽造的 這個區域部住在這邊 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些工具去面對他 但是就很痛 我們的社會是沒有誠實 作為底蘊的一個社會 那不是推銷柯P啦 柯P他上台的時候 我要改天政治文化要誠實 其實他講這句話我很欣賞 那我覺得你提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世界的回應 因為我們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面對的很辛苦 能量都很不夠 那就是說 如果像您這樣的有知之事 可以多發揮一些影響 我覺得一定會更好 謝謝 對 對 我覺得你的問題超難的 對 就是我 對 因為我覺得 確實這種人頭問題啊 什麼的 但是 我不知道 可能越來早上我們協會了 都還是有一點意思存在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可能不是台北人不要開發 那我這個地區的人我可能會是想要開發 可是其實我們在很多每一個案件裡面啊 幾乎都還是會遇到就是兩派嘛 就是開發跟反開發的人 那反開發的民眾我們在接觸的時候 因為我們比較少支持開發派的嘛 我們大概都是反開發派這邊的民眾在接觸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會去了解那你為什麼會這樣子想 你為什麼不要 人家他說仲介說這樣賣很好賣 你為什麼還說不要 就是我們其實都會去問這些奇奇怪怪的問題給他 那其實你會發現就是或者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發現就是說其實 居民可能沒有政治人物想的這麼無知 甚至就是說他們也會就是說 我祖先就是在這裡 為什麼我會因為這個什麼什麼 然後就被迫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他們其實也不是真正的無知 而且我覺得他們其實自己很多軍民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其實在講淡北道路 就是綠綠是剛剛在講淡北道路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之前淡北道路有一個第五候選人嘛 他在那邊提出一件事情叫淡水這樣就好 我不知道我覺得這一句話很感動 對就是這樣就好 因為我們真的什麼都要開發的很進步嘛 我們需要十條二十條五十條的高速公路嗎 我不知道 但是就像我對我家附近 我自己居住從小成長的地方 我會覺得他這樣就好 我就是想要保留就是我對他的這個印象 然後對他的這樣的一個生活態度 對 所以我覺得這有時候回歸到剛剛我曾經分享過 我覺得有很多的時候都是我們自己本身的意思 非常謝謝養兒律師的分享 那其實就是這個環保 台灣整個環保運動的歷史 其實也是民主的一個過程嘛 他們其實是相伴相生的 然後對 因為我們意識到自己的權力 然後我們自己去要求 而且這也牽涉到說 其實我們還是一個年輕的民主嘛 那我們其實民主就是一個 還有一個說服的過程 要再去努力 所以就是如果說把這個環評 就是如果說未來真的有機會可以改的 而且改的是好的話 那環評這些裡面可能就會有正確的數據 還有很多很多的料理 然後你就可以拿出這些透明的數據來 去做一個說服的一個工具 那我覺得這就是可能他自己要慢慢累積的 因為我們要累積自己的專業度 那雖然我們現在都在講一下產業升級吧 其實也不是說產業它一定會造成污染或什麼 就像現在可能有些人就在尋求所謂的循環經濟 它是不是一個 因為循環經濟它就是一個 不會造成污染的一個那樣子的 就是概念一個原則 那是不是有可能透過循環經濟這個導入 你從開始你在製造的時候 你就開始去思考說你最後那個東西成品啊 然後你污染的過程 你可以怎麼樣再回收或再利用它 然後因為這樣子科技的進步 然後也變成整個產業的升級 這也不是沒有可能 我相信現在的科技進步應該很多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說我們要不要去把這個東西給做好 然後我們是不是真的 所謂像政府講我們要產業升級這樣子 對 為了是要讓我們有更好的環境 不然PM2.5這樣一直嚴重下去 到時候我們所有人都要變成原告 對啊 所以就 我知道EGA他們也就是辦很多活動 然後如果說大家等一下出去的話 願意的話可以去帶一本收回去 也是支持他們做那麼辛苦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他們每天也有一個募款醫院會 對對對 這比較就是染性的訴求的一個活動 那歡迎大家有機會可以多了解一下 他們現在在關注的一些議題 就像剛剛那個張律師還講的 就是現在那個私改的那個議題 然後裡面也有說環境 環境訴訟環境權的這些東西在裡面這樣子 那對啊 培養一些醫師就從大家自己做起這樣子 那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那我們結束以後 我們這裡還可以再留下來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 大家可以留在這邊自己 互相交流一下 或是跟 不好意思剛剛不好意思問問題 可以再跟那個律師他們在 就是多聊一聊這樣子 然後環境訴訟環境 這邊有帶一些DM 然後或者是說你們 或想要知道一些他們的訊息的話 也可以留下一下你們自己的E-mail 做聯絡這樣子 好 那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很感謝大家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PETA